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上的垃圾他们都会带走 跟他们的交谈当中 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热爱 而且他们想去 抱抱这样一个生态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觉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还是有这个说法 还是很有道理的 贵阳真的是个宝藏城市 因为大家对贵阳的了解太少了 甚至有人 只是模糊地对贵阳有一个印象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身边 来过贵阳的人 大家都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大家看到的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来贵阳有趣 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有趣的 越了解 会反而对你来说的吸引力会越大